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热情 源自于天地的爱 所以第三者 听到了或感受到了你的热情 你口中或者是他感受到的天地的爱 他因此受益了 他也希望把这份爱 来传到他身边的人 或者是更多的机会点 那个爱的传播才会扎实 如果整个社会 大家都有爱的共振 都扎实着传播着传播着 这就不是梦想 这只是我们要怎么样的 把这一刀切入 切得又快又准 你的感动 会促成了 你想把这份爱 天地的爱也传播给别人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人人皆能感动 就有进展了 是不是 我想这些东西呢 你一旦练成功了 就是你的本钱 你的特色 那人和人之间的互动 其实你说有那么多 什么大学问 很多东西就是 刚好这一点通了都通了 能交流就交流 不能交流 你讲千言万语也没用 就这样 那这种 天地的爱 讲讲你抽象 但是当把这样的热情 转变在你的身体语言 和你的话语中 那你还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给你讲 我会觉得好舒服 那就对了 为什么他会舒服 因为你把好的能量 让他也感受到 这种爱的氛围 他感受到 这种热情度 他觉得 为什么我都没有遇过 像这样的人 那就赢了 对不对 要这个样子 人人都有这样感受的时候 他如果今天有 这样一个好的经验 如果可以经常熏修 他的氛围拿到的时候 他的生活里面 往往过去 他老是要给人家 穿小鞋的这种心态 或习性 他就会改变 为什么他以前会喜欢 跟人家 天天就是 不让人家好过 天天给人家穿小鞋 天天给人家 怎么样怎么样的 坏的情况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 我也没好到哪里 我为什么要给人家好 所以他总是给人家 所以他总是给人家 hard time 是不是 这个社会 如果你 我 他 都是这样子的 奇怪的想法 导致到后面 整个 这个 世界 国家的运转 就会有可能 人和人之间 是长那样子 国家跟国家之间 也是长那样子 所以搞到最后呢 就是 大家都 变成输家 因为没有爱的世界 一切都不可爱 一切的 这个 盛世 的现象 都会退却 而现在我们的 这个时代 有一点 像是走在那个情况下 好的 好像不太多 坏了一螺框 然后 又因为网络的世界 你学我 我超他 所以 大家好都不学 坏事 都已经 博士版 阿尔 人 wny 予青 den 予青 Limited